一个被童年的阴影笼罩 我能够控制的事情在我的控制上 一个由于失恋而陷入人生的低谷 我一直都在想我哪里错了 他们给周围的亲友带来无限的困扰 一看到打折之后就像疯了一样 真是一场结婚严厉 看上去就像十岁左右 他早想走出来了 他们破戒想要改变 我们马上长大 三 二 一 够时尚和你一起见证 他们的完美蛻变 祝福我美丽阳光 有志愿的向往 美丽的脸庞 在强烈地成长 有一首歌叫我不想长大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心声 很多人成熟的外表下 有一颗幼稚的心 他们沉溺于女孩子的世界 直接长大 其实年龄的增长 只是魅力的积累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都会散发出不同的光彩 成熟不等于老气 在年轻时尚的外表下 同样可以拥有一颗成熟的心 两位天资聪明的高学历女孩 为了共同的梦想 走进狗时尚 获奖者将获得由金伯利钻石 提供的三万积分的时尚奖励 本节目钻石首饰 由金伯利友情提供 乐伯你好 乐伦你好 乐伦你好 隆重向大家介绍 我们的时尚帮手杨乐乐 大家好 同时我们赶快要引出 我们的两位选手 来吧 时尚数据库 我们给他打开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黄威 那么他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文学硕士 但他平时长得非常的活泼可爱 所以穿着是超显幼稚 对 同他也希望让自己更加显得有女人味 来我们看另外一位选手 施瑞娜 29岁 药物质检专家 了不得的是这个化学的科班出身 他的诉求就是 到我们的构式上 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知性 优雅 希望他们两个人的夙愿都能够得到满足 好 一起来看一看 老婆 我今天去上学 然后又赶上客架 一一铁 好轻的感觉 一样的 你抬也能够更多 这也是一样 我几件 八件 八件 对吗 你这白鸣公主 我们七个小板人都弄了 别人想把他两个脚 振振有词的这个人叫施瑞娜 26岁时就获得了北大分析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现在是某世界500强制药企业的试检专家 工作中施瑞娜敬业出色 因为她很喜欢自己的化学分析专业 而在生活里 施瑞娜也特别喜欢买衣服 这些就是去年底 我从江苏回北京的时候 拖运过来的二十多箱衣服 最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好几箱 在江苏同事呢 因为现在刚搬了新家衣柜 还没有倒锐 所以衣服还只能先暂时放在这箱里 施瑞娜买衣服还有个特点 直买打折的 这二十多箱衣服和七十多双鞋 施瑞娜根本穿不过来 因此很多衣服买回来就没动过 瑞娜衣服特别多 但是呢能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几乎没有 刚来的时候说是一博士 来了以后我们一看到真人 怎么也跟博士挂不到一起去 她的形象完全抹杂了 高学历理性应有的知性和优雅 更让老公郁闷的是 瑞娜不光喜欢纯津衣服 连日用品她也不放过 我们家那洗粉经常放着都结块了 我只能拿它当香皂用 对于这么喜欢买特价的东西 施瑞娜自己还很委屈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看见特价的东西 我就特别兴奋 尤其是看见打一折的东西 我就一定会冲到那个花生上 把它翻个底朝天 然后想把他们都带回家 可是在妈妈眼里 以前的施瑞娜特别勤俭节约 我记得有一次 她上大学的时候 打电话 很高兴地告诉我 她一个月才运了150块钱 施瑞娜的老公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原因让从小勤俭节约的施瑞娜 变成了今天特价品一买买一堆的购物狂 因此老公给她报名来参加购时尚 希望通过节目 能让施瑞娜摆脱购物的疯狂 购时尚选手黄威 同事集体给她报名 希望她能走出一个人生最大的低谷 而这个低谷 源于两年前黄威的一次失恋 时间和空间都是借口 真正抹杀爱情的是爱心自己 失恋后的黄威觉得一切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 肯定是自己的什么地方 让男朋友觉得不满意 越想越难过的她 整整半年除了上班 什么人都不联络 那段时间跟威威打电话 她总是不接 偶尔接的时候 她总是说 我很忙哪天有空再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一直都在想 到底是我哪里错了 除了变得纯末寡言 同事们还发现了黄威失恋后 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以前穿的还算是职业的她 现在总是以非常幼稚的衣着 出现在办公室 黄威长得本来就显小 然后一穿还穿一帽衫 显得更小了 我就看上去就像十岁左右 黄威着装可能太小孩化了 记得有一次背对着站在窗台那 然后我一进门的时候 还以为谁家把孩子领了 黄威的同事们怎么也想不通 一次失恋 怎么会让一个28岁的职业女性 变成了一个外表幼稚的小女孩 这次她们集体给黄威报名 参加购时尚 希望黄威能够找回之前 开朗自信的自己 一个为特价品疯狂 一个想要告别幼稚 两位困惑中的高学历女孩 来到购时尚 想要寻找从内到外的真正成熟 购时尚顶级专家团 也已经为她们叙事待发 做你们人生中间 最美好的一件事 我的手除了能给你带来美丽 也许还能改变你的文化 我们能够成为来人和女人 这是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 时尚的最高级级应该是 和谐 经典 自然 永恒 要走出自己的困惑 并成为时尚大奖的获得者 两位高学历女孩 勇敢地踏出了改造的第一步 埋藏在亲友心中的 阴切期望 就在她们打开箱子的那一刻 将阶效答案 施瑞娜 我们欢迎你 不紧张吧 好像一点都不紧张 好的 那对面两位是你至亲的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很漂亮的 是我的妈妈 阿姨您好 您好 这位戴着眼镜的是我老公 您好 您好 这环境要做什么 在她们面前有个盒子 这盒子里有一样东西 是你的东西 但是这样东西 她们认为 对你挺有影响 所以一会儿 我们会当着你的面 把这样东西收走 收到我们的时尚数据库 当然我们并不会毁掉它 在五天之后 你闪亮灯场的时候 这样东西也会随着你的改变 变身 我们当做礼物送给你 好不好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来 我们看看究竟是何物 我的包 你管它叫包 一般我们管这个叫麻袋 不是 这刚刚你得听我解释 咱们先在这 定 悟空 别动 好 这是她的包 红色编织袋 我这装一袋半米都可以 红色编织袋 我这装一袋半米都可以 她平时就用这个 是 你们选择这样东西 离开她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瑞娜 她不但平时上班的时候 爱背着这个包 她平时逛街的时候 也特爱背着这个包 您知道吗 这个包它能装 这打折的东西拼命往里塞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能不能咱们买东西的时候 是烧买的 只要一看到打折之后 就像疯子一样 有时候有一点购物 不是太笔质 你有多少双鞋 可能大概70多双 70多双 天哪 你经常穿的是多少双 经常穿的可能五六双 五六双 那剩下的五六十双 对 因为我也现在觉得有点东西太多了 因为刚搬了新家 我搬家从江苏到北京 就托运了二十四个箱子 我也觉得太来这了 那还不是全部 二十四箱里都是什么 衣服和鞋 就衣服和鞋 对 二十四箱托运过来的衣服和鞋 今天结果选择了这样一双 我不说它难看 你知道吗 但起码不够精妙 就证明二十四箱 才可以去洗一大半 为什么瑞娜表现出来 对现实的一些物质的一些东西 表现出这种一定要拥有 要掌控它 非常害怕失控 对 我喜欢让所有的事 就是说我能够控制的事情 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方不方便让我们打开包包 看看里面有什么 都是有用的东西 都是我上班一定要带的东西 上班一定要带常备的东西 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上班常备的 这化妆包 包里还有包 这个对于女生来一样 这倒是正常 这包子我特别怕冷 冬天一定得背一个帽子在包里 我特别怕冷 一定要有微薄在包里 对 这都必须的 我特别怕可 一定要 这个很正常 然后特别怕 你这怕啥 我这还是一个化妆包 那个是护手霜什么的 那个是彩妆 这个不一样功能 就没办法装一块 雌雄化妆包 电话很正常 充电器很正常 门卡很正常 交通卡很正常 质金很正常 钱包很正常 相机很正常 这是必胜客的优惠券 用过吗 还没 但是万一哪天要用 拆了多长时间了 可能两三星期了吧 两三星期 快用嘛 要么过期了 真的 手电 对 对 这个晚上开门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 这真的是用得着 相机卡 手机电池 牛板筋 水果糖 A B 另外一包纸巾 一个橘子 另外一台 我都饿了可以吃 另外一台手机 不是 我那手机有问题 我必须再随时带一备用机 那手机 渣的 渣的 我做一个旁观之后我就看了 我觉得你某种意义上讲你是处于一种准焦虑状态 你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要预备好了心里才踏实 我喜欢提前做好准备 喜欢提前做好准备 再上我想问问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回想一下你从小到大是否经历过 就是由于你事先没准备好 你拥有的不够导致失控了 我想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竞赛 然后就没有那个 就没有 就感觉自己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一班考试的时候 就特别都想特别想得第一 我一直考试 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 那次发生了什么 对那次我就觉得 就是通知的特别的晚 然后我就觉得根本 我自己也没好好复习 然后就考得做做不好 很不理想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插队 就没有赶上好大分别 对对对 孩子应该很小的时候 过度的有点期望 比如说他表现的丰面一点 我们就很高兴很滑腾 因为圆语讲话 在一个过度的保护 所以他这个性格好 我一般不做恶闷的 我闷到了 我闷到了恶闷 都是说我考试没准备好 考试没准备好 对 但可能瑞娜在心里面是 非常希望自己很优秀 你总是跟自己较劲较的 所以说可能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别人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变化 但是你心里引起的这种焦虑 那么这种焦虑和不安全感可能会转化成别的 用别的方式去发泄 比如说购物 购物是最容易实现的 所以我想瑞娜 生命本身给我们的就是 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失控感 我们不可能控制明天 正如同我们不可能控制明天人 那么同样的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妻子 我们说一个女性 一个为人妻的人 其实她更大的魅力 不是在于控制 而是在于跟随 在于跟丈夫的互动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 找到那种跟丈夫互动的美妙的感觉 可能你整个人就会放松下来 来 跟大红包包说再见 感谢 她在最后一刻才爆发 再见 那你答应我 不只是包包本身 我们真的要做一些改变 刚才那两条 买东西不要重复的买 不要只买打折的 不要意味省平 好吧 你不要厉害 你们也是 不只是能够跟他们有大部分 吃饭 可能你不知道 我买成融贵 你都要笑 看我 我自己有点不小心 给你 和你去把女生的衣服 因为我刚才不喜欢 你把女生的衣服 就是个女生的衣服 今天到场的两位都是你准备人 这一位是我同学 我睡在下铺的姐妹 你好 大学同学 睡在下铺的姐妹 你好 你好 我是她表姐 表姐 很好 来 二位 我们看看 一块来看一看我们准备的 就是这件棉衣 迪斯尼的 迪斯尼的 瞧瞧这上边这些小仙女 我最喜欢的小仙女 就是一件仙女棉衣 这本色衣服很舒服的 去年我结婚的时候 请她给我做伴娘 我特地嘱咐她 我说你别穿红的 也别穿白的 但是也别穿得太漂亮 盖过我的风头 不就可以穿粉的了吗 对 可以穿粉的 可是当她穿的这一身 一样粉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天呐 真是雷的我外交 里嫩了 后来我老公 她的兄弟们 跟着她一块去接亲的时候 一冲进新房 说伴娘呢 怎么只有花童啊 大家可以请不请还原一下 某人 很好吗 某人要结婚 对 她是伴娘 然后她 你不用穿了就套 她是这样过去 你这样 去给人家当伴娘 拜托 你可以毁灭那场婚礼 不用发一言一语就可以了 只有这个形状 你怎么想的 心路历程 拜托 人家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你这样去当伴娘 你觉得她为什么合适啊 这个 她不是粉色吗 又不是白的 又不是红的 然后 可是这是伴娘该穿的衣服吗 可是这个多舒服呀 又是粘的 然后上面有那么多小鞋 这是一场结婚眼里面 不是你去爬山运动 要穿舒适了 要明白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穿那件衣服 给她的婚礼 可以带来一个那么大的震撼 我完全不知道 不仅是这件衣服 我就觉得还有事 平时那个 穿着打扮都特别幼稚 我跟她介绍对象的时候 人家都说 麻烦你给我介绍个大一点的 跟你差不多的 真像高中生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她就穿着这件衣服去相亲的 有拐卖儿童之鞋 你穿这件衣服去相亲 对啊 她老喜欢这件衣服 你说人家男方能敢跟她谈恋爱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即使你这种过于幼稚的穿衣打扮 也是在不再想再保护你心里的名声 以前有一段感情嘛 就不太愉快 然后呢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在那之后 在那之后呢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很柔软的 然后粉色的东西 很柔软的 色调也很暖 然后包裹感很强的东西 对 她我觉得那之后 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她就是很缺乏安全感 然后对自己非常的不自信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她来到这个节目以后 通过外形的改变 能够让她找回以前的自信 找回以前的那个自己 不要再这么迷茫了 不管是外形的改变 还有心理的改变 我觉得现在一切条件似乎 都像成熟的方向去努力 就像你刚才讲的 那次情感的伤害 也是对她的心智 包括自己的心 都有很大的打击 她早想走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讲 现在好像时机很成熟 现在真的 有人帮你 有他们 有我 有青音 还有下面你将看到的 每一位中国最顶尖的 食尚造型区 甚至我们还有仪表方面的老师 大家行穿一股合并 大家都会帮助我们向前走 好不好 今天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谢谢 我们现在这种转变 从这一件小脸袄开始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可以自己做吗 你可以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 有点声音来一杯 有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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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而且都做好了改变的准备 轻音会全程来看你们的表现 他会综合各个方面打出一个分数 而这个分数是累积的分数 会一直累积到节目的最后 请多少 黄威10分 舒瑞娜8分 2分之差差在哪里 其实大家会注意到 这可能是目前我打分以来唯一的一个10分 就是给了黄威 因为他是我所见过的选手当中 唯一的一个自己去到风筒那里 丢掉自己心爱之物的选手 之前我们看到了你的演示 到后来你的眼泪 后来你的主动的改变 让我们都觉得很为你高兴 但是给了瑞娜8分 也并不是由于今天你的表现不好 而是相对于改变的决心而言 我觉得黄威可能想要改变的动力会比你更大 所以希望你在下面的环节当中把这两分赢回来 因为同样你也非常的优秀 第一环节就这样 马上进入时尚剖析 会有我们的时尚帮手来与你们助阵 另外还有我们的顶级专家改造团队 祝你们好运 两个女孩的内心困惑已经解开 一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疯狂购物 而另一位用幼稚的着装来掩饰失恋的痛苦 对于想真正长大的他们 专家们又将给他们带来怎么样的时尚建议 好 欢迎我们的两位选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的专家团呢 将会对你们进行时尚扫描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选手们 你们也会通过一个非常全新的视角 来重新的看待自己的身材 自己的着装 自己的全方位 好 现在我们开始扫描 我们可以看到从各方面的速度显示 它的这个腰 你这个腰是比较腰短的 它针对这种身材 我们来这个 哪几种款式的衣服 对 哪几种款式 我看这种 一个高腰裤 高腰裤的话呢 就本身你腰短的会显得上下比例 不会太对 你整个看上去像下中特别的长式的 所以的话比较忌讳这种高腰 这个宽腰带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这个宽腰带的后果就是 会把你中间做一个非常大的风拨 也就是变相 我们可以想象它是镂空的 把你中间那个短腰给突出了 这样的话你穿衣的效果就会很可怕 那接下来让我们的史老师给你一个 正确的穿衣的方法给点建议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身的建议 你完全是可以去穿着这种上短下短的装扮 因为如果你下面是一条长裤或者说是阔腿裤 那会让人们在视线上面呢 更加的显得上半身会去缩短 那如果是短裙的类型 其实就更加的合适你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身好吗 在这件裙子里边啊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 它是一个小小的散摆 那包括这样的微型的领 其实都是很合适你的 可以更好地修饰你的完美的身材 显示出来 你喜欢微子领是吧 我也觉得其实你是很适合类似这样的一些服装的 又有一身这个相对帅气的装扮了 那我建议你的这个外套的长度啊 一定是要在腰线或者腰线偏下的一些位置 如果说你再去选择相对短小的上衣呢 无利于你去表达你的这个成熟度的感觉 那么据我们所知呢 瑞娜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非常爱买东西 而且是爱买打折品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 哎呀你娶这么一个媳妇多好 那么会持家 但是可能呢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瑞娜就已经深陷到打折商品的疯狂当中 那我们来看看有几样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打折的时候 要去挑选的这些好的东西 第一件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每个人的衣橱里边都会需要的就是白衬衫 很简单 对 非常简单的搭配 然后你可以在一年四季从春夏秋冬全都穿到它 而且可以穿出来不同各样不同的造型 那打折的时候还要记得一点的就是这个一件式的小黑裙 就每一个女孩 其实在你刚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 你必备的第一条裙子 其实就应该是一件式的小黑裙 因为它既简单 优雅 方便 然后同时呢又适合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合 那还有的话我想说的其实也是对于所有的女孩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是什么东西呢 你女人最好的朋友 高跟鞋是你一定要去具备的 去试试高跟鞋 我觉得也许你会觉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累 但是一旦你穿适应了它 它会调整你的心态 一旦你的心态调整到了一个成熟的优雅的女人的心态的时候 不管你穿什么 你穿平底鞋也好 你穿凉鞋也好 你穿拖鞋也好 你都会有成熟女人的美丽和自信散发出来的 知道了 谢谢老师 我需要穿着高跟鞋再练练基本功 好的 好 现在马上对黄威进行时尚扫描 其实我们刚才扫描后也看到 就是你非常清晰的一个也是你除了你身材比较脚小还一公里 就是你的腿比较短 所以在那个接下来的那个穿衣打扮里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有意的让你的上半身的那个衣服穿得短一些 你下面长一些这样会能改善这个问题 我从这么多衣服里面给你找出了一些你不适合穿的 好 这件你看了什么感觉 好像戴了个披风扇超人 而且很容易把你的身材给搞变形 别人以为你的下身特别的短 对吧 它出现极客问题 而且这个颜色也要注意一下 会使你显得更小 这件我们看到就是它是特别的紧身 本身就比较娇小的话 你穿这种很紧的衣服的话 会让你显得更小 而且这件衣服它还有一个特点 这是真色本身就是个伸缩色 更小一点 对 真是更小 更可爱 更精明 下一件 运动装 运动装 运动装的话就更像16岁的高中生校服没脱 对 它说的很多 就是这个衣服一旦就是让这种身材比较娇小的人穿以后 它再加个背包就去上学了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白色的上衣可以让你的整个的感觉看上去更加的清新可人 然后同时这个小裙子其实一定是要相对短一些的 既有你青春靓丽的感觉 同时还可以体现出来你那么一点点的年轻的女人味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身 它是非常简洁的 简洁的线条 然后那简洁的设计就可以很好的去适合你穿着它出去去上班啊 或者说是去各种各样的类似工作的场合 那这样亮色呢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凸显出来你娇小的身材 因为如果你穿黑色或者暗色 可能一下子就会淹没在人群中了 很帅气的一身打扮 也是其实是可以长加短的一个搭配 也就是上长下短来突出你身材的一些优势 那你很娇小 其实穿有的时候去穿短裤啊 然后上面加一件这个白衬衫 然后加一个小歪套 很轻松的搭配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显示出来你的时尚指示 然后可以为你的时尚指示去加分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时尚数据库里边的这些糖果色流行趋势 一到春天夏天 其实所有的女孩都会心花怒放 因为可以把这些这么漂亮的颜色穿在身上 然后可以轻轻松松的走出去 糖果色在搭配上面也有一些特别的方式 第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颜色之间的搭配 其实这一季啊 比较流行颜色和颜色之间是撞色的搭配 而这种撞色搭配呢 有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色彩的选择上面 那也许是两种撞色或者三种撞色 这个种类啊 不能再多了 今天史老师这个就是一种撞色 其实就是一种撞色 我其实是很想像黄薇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女孩们 去展示一下 类似这样的搭配方式呢 其实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那就是颜色的面积比例 那这个面积比例啊 如果是撞色 比如说两种颜色 那一定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对比差值的 比如说1比9 2比8 最大也要到这个3比7 不可以再相近了 因为再相近呢 两种撞色就会把你的身材啊 切割成两半了 谢谢史老师的建议啊 我觉得黄薇 你接下来的环节呢 马上就可以去实践一下 好不好 对于买特价品上瘾的施瑞娜 专家的建议 能否让她走出只为特价狂的怪圈 而对于深陷失恋阴影里的黄薇 专家能否让她找回成熟自信的自己 新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好了 来 掌声欢迎两位选手 两位小女生 她们共同的诉求 这是我们本期构式上的主题 其实我也想掌握 这两位选手呢 一位是北大博士 一位是文学硕士 大部分时间呢 都要求她们衣着呢 要尽量的优雅 实信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为你们准备的单品是什么 一双彩色丝袜 高博 我不得不说这个挺难的 因为要用彩色的丝袜 来搭配出优雅知性的感觉 很难 而且她还真的是这么彩色 但是她们都是高学历 是啦 是啦 我们智商非常的高 所以她们敢于挑战 每个人只有一千块 好吧 这一千块 要完成你所有 根据这一双丝袜为创作源泉的 所有的搭配 最后我们的专家 会根据你的表现 为你打一分数 满分是十分 当然分越高越好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 少花钱多办事 谁花的钱比较少 谁会被我们额外加上 三分的权重分 三分啊 限时三个钟头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好 来吧 选装开始 一进商场 施瑞娜像往常一样 直奔特价而去 那现在二层有哪间的打折 二层 第二层都有打折的呀 哪家的 哪家的男装 对 对面的 六折 不行 我只看三折一下 同样 因为惯性 黄威还是直接扎进了铜砖店 难道她还是无法走出失恋的阴影 还好黄威在铜砖店一无所获 就在施瑞娜自以为找到一身最佳搭配时 一个让她最纠结的问题又来了 你这打折吗 不打的 这个是正价的 对 虽然不打折 但为了保证效果 施瑞娜一咬牙 买了平生第一件正价服装 对于黄威来说 着装从幼稚变回成熟 似乎难度更大 她能否走出失恋的阴影 今天她又能交出一份怎样的作业呢 来吧 我们还是掌声欢迎两位选手 换装已经完毕 期待 期待 变化太大了 好了 下面我们本着相互学习交流促进的原则 互相打量一下对方 给对方提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 我觉得黄威穿着这身衣服 还是蛮漂亮的 就是可爱之中 又透着几分 小女人的温柔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她的 建议的话 好像感觉整个肩膀的这个部位有一点像下垂 是不是 因为她的肩比较小 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可能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提升 黄威呢 我觉得瑞娜她整个一出来就特别的精神 然后就比较干练 一个小西服 我觉得搭出了那种 就是女性的那种知性的那种美 但是就是这个 她的那个裙子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折皱 在这个地方不够精神 如果能够更简单一点就更好看了 就特别的有气质 有知性 下面我们来听听各位专家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像黄威呢 你可能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针织毛衣 对 就更加的适合你 而这种薄薄的 有点稀松的毛衣呢 会让你有点这个黛玉般的这个美感 那么瑞娜的话 我觉得这一身打扮啊 真的一出来很帅气 的确是 这件小外套的这个感觉啊 跟你里边的这个裙子有点差距 一件过于时尚 另外一件过于刻板 时尚的衣里边 比如说穿了高跟鞋怎么走路 再来除了走路之外 我希望能够现场交给你一些 就是跟子 因为在职场里可能我们这样东西掉了 那样东西掉了 尤其你今天穿低胸怎么蹲 我们来现场操作一下好不好 好 来我们现场来 好 来 来二位 这边请 现场老师教授 假装这个物品掉下来了 那你要帮忙捡起来 OK 捡好之后呢 要交给这位同事 就这么简单 一个动作 来 开始 好 哇 当然过程中有优点跟缺点 优点是地尖物品是双手 这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尊重对方 但是缺点在哪里 就是蹲得不够稳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好像晃来晃去的 因为鞋太高吗 是 对 其实蹲的有方法 蹲怎么做 我们穿高跟鞋记住 走过去之后来膝盖夹起来 那你捡物品的 比如说我是右侧边来捡 那我的右手来捋裙摆 左手捂胸口 然后把它蹲下去 捡起来之后 交给 先生 您的手帕 是不是这样就优雅多了 我觉得我有一方法 我也有自己的 来我看一下乐乐怎么做 小伯 帮我剪一下 我跟黄威有讲过 他想成熟 在眼神上怎么样 让家人也好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甚至你的男朋友 让他感觉你是一位女性 而不是小朋友 很多男生 他不愿意带小孩出去 对不对 为什么要带个未成年儿童呢 好 那在眼神上很重要 来眼神的分三个三角区 三个三角区 大家可以把手拿出来 就是在这边 我们从额头到眉毛 叫做上三角 表示庄严素目 那眼睛包含鼻子 这叫做中三角 嘴巴下巴包含锁骨 叫做下三角 如果今天假如说 这是你的领导跟上属 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 建议你看上三角 表示庄严素目 他会把你当成人 当然身高不够 我可以帮你一下 那如果是同事之间 你可以看中三角 眼睛 这同事演得真好 可以了 对这样比较成熟 那如果真的 见到你的另外一半男朋友 在约会 第二次以上约会的情况下 你完全可以看下三角 看嘴巴 看下巴 记住了 什么时候上三 什么时候中 对 是的 那如果你分清这个三角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男朋友可能更爱你 那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小女孩 那在职场里面 你会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在跟领导交谈的时候 领导会觉得你提出的每一个案子 都是非常有专业可信度的这种 有顾问级的这种可信度 所以眼神很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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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体会了吧 谢谢 好 下面我们请各位专家老师 为他们打分 来我们看看各位老师给出的分数 史言 施瑞娜她出了7分 而黄威她打的分数是7分 我们的周老师同样的分数 施瑞娜是7分 黄威是7分 一名的分数 施瑞娜7分 黄威6分 好 施瑞娜你得到了21分 祝贺 谢谢 黄威你得了20分 祝贺 好 那么综合你们现在得到的累积分数 施瑞娜你共和的分数是29分 而黄威是30分 暂时领先 是有一分之差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加权分数 那就是谁花钱少 办事多 谁就可以得到额外的三分 来报一报账吧 我只剩2块6毛钱了 花了最后 2块6 你剩多少 938 938 好 那么你花钱少 办事更多 这是相较而言 所以你又加上了额外的三分权重 所以现在的分数 黄威你暂时领先 祝贺黄威 当然最后到底谁能获得胜利 我们要看最后一次亮相 没错 关于这两双彩色的丝袜 我们的各位评审老师也做了他们专业的搭配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好不好 有请我们的model Punkte 好 我们下意询人ے看 我们下意询人们的组合 们下意询人们的帐 s 在内业会训组合 我们下意询人们的帐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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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边的这个红裤子的模特 暗暗的绿色和她的这个墨绿色的上衣 也正好能有一个呼应 所以连裤外也一样可以穿在裤子里边 丝袜真的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 一件非常简单的牛仔搭上丝袜以后 你会给你对方和所有观察看到她的人 充满很多的想象力 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女人 多么的美 这么漂亮的美腿全部展示出来了 旁边的这位一身的黑色 那亮眼的地方就是黄色的丝袜 当然在选择上面的话 一定是黑色的面积更大 黄色的面积更小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糖果色的搭配技巧 这位桃红色的这个丝袜 全部跟她的上衬衣服连成一体 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她的充满 非常充满性感的唇 和她的还很神秘的脸 局的位置我们都看不到 充满很多的想象力 一直沉迷于购买打折衣服的施瑞娜 现在意识到 拥有这么多特价品 并不是让自己拥有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而一直纠结于失恋痛苦中的黄威 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坚强 五天的改变 一招呈现 施瑞娜能否找到 女博士应有的知性与优雅 而外表幼稚的黄威 能否接受专家的前卫时尚建议 两个渴望长大的女孩 蜕变即将开始 身上投诉自我自信改变人生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到了我们两位选手 精彩亮相的时刻了 没错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们经历了五天的转变 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而言 也许其中有纠结有痛苦 但是现在是要完成完美蜕变的时刻了 一位又来 首先我们认识第一位 第一位是29岁的施瑞娜 施瑞娜是北大分析化学专业博士 那么之前朋友们对她穿着的评价 是她的穿着已经掩盖了 她作为高学历女孩那种 很知性优雅的气质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买衣服 永远都直买打折的 因为在她的心目当中 她觉得应该是以量取胜 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位女博士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施瑞娜 哇 你瞧她多自信 好女人啊 是的 你先自己推荐去什么 什么样的 变得高雅 优雅 知性 你觉得这是大道理的要求 是的 非常好 让我有一点马力连闷路的感觉 马力连闷路了的哦 好 来把人家的造型给你 谢谢 马上要登场的是28岁的黄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之前她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她穿着幼稚 完全没有女人味 大家一起迎接她 倒出五个书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吧 黄威 天呐 天呐 小女人 天呐 尤其是跟之前照片上的相比较 好优雅 好有气质 来 小女人 今天看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非常的惊喜 非常惊喜 有没有好好地表扬自己一下 我觉得完全超乎我自己意料之外 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表演 又要对着镜子 我是最美的 我没有听你说出话 真的是最美的 对不对 真的很美很美 接下来我们的专家团队还为他们打造了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聚会的装扮 应该是更加的隆重更加的亮眼 好了 来掌声送他们去换装 好了 换装完毕 来 我们还是逐一引出 首先我们来欢迎施瑞娜 大部队很大感觉 像红帽 然后很娇俏 有点神秘的感觉 而且现在我们俩的嘴盆颜色都是一样的 大胆的大红色 接下来马上要请出的是 黄威 来 有请她 有请 欢迎我们的粉红女郎 非常的甜蜜的色彩 没错 黄威喜欢这个装束吗 非常喜欢 你觉得穿着这样的衣服 你应该出入什么样的场合 有点想想一下 可以出粉红色的party了 粉红色的party 粉红色的party 代表着甜蜜的爱情的party 跟你的男友一起 浪漫一下 在时尚碰撞的环节 我们把你们心爱的东西 从你们身边生生的风筒给她吹走掉 但是当时给她们的承诺是 要给你们 还回来 你到底扔掉了一个价值多少钱的东西 没错 但是我很期待她给我是什么样子的再回来 瑞娜当时邻里眼去的 我记得是一个 大包 编织袋 好了吗 编织袋 那个大包平时你用做什么 购物 装随身的物品 因为我是一个打折购物货 打开 自己看 不是还是一个红包吗 可爱 好配我今天的最新装扮 冷冷冷 我们把一个大包变成了一个小包 虽然还是一个包 但这种变化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和祝愿 就是不要觉得将来需要什么 就乘以五乘以六那么去买 好吧 我们浅化到日上一定能找到适合你的消费的方式 谢谢 我可以告诉我们之前被风筒吹走的是什么 我那件粉红色的小棉衣 毁掉一场婚礼的小粉棉袋 来看看变成什么 来你自己看 变成了一个小靠枕 我们是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你把你以前所有的比较幼稚的衣服 都能够好好的放在家里面 然后从而迈开你非常自信的步伐 好不好 好 来抱着 谢谢 这几天的经历他们会感受得更多 对 没错 那所以呢 马上呢 我们要一起来进入 我要大声说 好 今年的一月份 我跟我的老公结束了三年多的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北京 在北京安了自己的小价 像我们这样的80后 在北京打拼 是很不容易的 要面临高额的房价 以及事业刚起步的艰辛 从今天起 我想对我的老公说 我不再是原来那个喜欢疯狂 买打折衣服和鞋子的打折购物狂了 我会和你一起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 我会好好利用我原有的所有的物品 打造出亮丽的外星 非常感谢购时尚节目送我的这个礼物 让我抛弃了原来那个大包 变成了现在这个可爱的小包 我会管好这个包里的每一分钱 做一个既懂得时尚 又懂得持家的女人 谢谢大家 我想有很多很多很多女孩 可能跟我一样 只有一米五零 就像高木子子她的那个漫画里面一样 一米五零的生活 坐地铁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在底下 然后说下面的空气很好 楼上的好吗 但是我想不管是身高多少 但是人总是要成长的 我们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角色 我们要成为公司的好资源 我们要成为领导的好兵 我们要成为人家的妻子 人家的母亲 这个社会的角色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抛弃的 嗯 在我来这个节目之前 我可能自己一直对这种社会角色都没有 没有接受 还是活在那个粉红色的小女孩的那个躯壳里面 她把我保护的很好 但是 人总是要成长的 不管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年龄 就有什么样的风景 嗯 每一路 每一路风景都会特别的好 我也希望电视机前面跟我一样的小姐妹们 能够像我一样快乐地成长 我很感谢所有的人在我们成长路上给我们的帮助 谢谢 黄威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呀 会有不同的风景 在不同的年纪呀 你就需要以不同的形象去面对这个世界 那祝贺你们从今天开始啊 去找到你们真正的 在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有的美丽的形象 去好好的演绎你们的美丽风景 希望你们接下来在这种很优雅的很女人的 很有担当的感受走进自己的生活当中 伴美自己的人生加油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迷人 只是你敢与不敢 选择与不选择 而且要告诉自己 你的形象可以打中的不只是你的内心 还有你的对象和你周边生活的人 外在绝对是OK了 现在 一个成熟的女性不单单要拥有小女人的情怀 更应该拥有大女人的智慧 所以这个舞台属于两位 一起加油 我们马上长大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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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看来我们的媒体评审团也有他们不同的声音 我们好不好派两位代表来发表一下观点 哪位 我支持的选手是瑞娜 感觉你现在站在这里有自己的气场 所以说真的觉得瑞娜你非常非常的棒 黄威今天她的表现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小女孩形象上的一个华丽的转变 更多的是一个小女人心态上一个成熟的变化 然后我也希望黄威在今后的道路上也能够像巴比娃娃一样那么青春 然后永远有魅力 那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始投票 但是我们要计算一下在之前的环节他们总共得到分数是多少 没错来自报 我得了29分 29分 黄威呢 我33分 29 33有四票之差 全看现场的各位了 投票原则很简单 你觉得谁的变化更大 谁走出了从前的误区 谁现在更自信 这一票就投给她 拜托各位了 好吧 好 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开始 这两个人 我感到很惊喜 我感到很惊喜 能够变得更加知性 更加成熟 谢谢 这是黄威 她得到由金柏利钻石提供的三万积分的时尚奖利 本节目钻石首饰由金柏利亚无情提供 谢谢各位 如果你在生活中也碰到了困惑 如果你觉得对自己的外脑不太自信的话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构实上 报名方式已经出现在屏幕下方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